又要报税 又要准备下周的工作 现在深夜的你可能还不能休息 还在忙 等到忙完之后呢 想要洗衣服 又担心呢 是不是会吵到邻居 这种上班族的深夜困扰 其实也是一种深夜商机 都会去夜猫子需求庞大 深夜服务呢 是一门好生意 可你让你边洗衣服 边喝杯咖啡放松一下 紧绷的心情 我们像这种洗衣店 结合咖啡店的复合式经营 现在成为都市的一道深夜风景线 深夜里 晚归的人们 这还有一架灯 为你亮着 晚上九点多了 不想要在家里面洗衣服 怕会吵到别人 你会选择到洗衣店来洗衣服 不过在台北市呢 有一间洗衣店非常的特别 它除了可以让你洗衣服洗备单之外 它还提供了烘衣机 除此之外 在等待的时间 你还可以好好享受预备咖啡 咖啡香抽走叶子寂寞 深夜洗衣店是杜惠区的好邻居 结合咖啡店让整个空间氛围 更令人留恋 给客人 然后在这边洗衣服 烘衣服的时候 他就进去用餐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洗衣经也都是我们提供的 而且他只要带衣服来就好了 对 洗衣咖啡店照顾了一窝夜猫子 这里也收容了许多同事天涯沦落人 除了我在这边来做洗衣服之外 我可以多花一点时间 不用赶着回去再处理工作 那处理事情也会比较有效的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莫过于下班了还在上班 利用洗衣服的零碎时间 抱着一台笔电在咖啡店加班 幸好店里还有美食 补味你的心灵 牛排先经过低温输肥 再到铁锅绕上香酥外衣 把鲜嫩肉汁锁在里面 搭配现烤的可颂 以及炸薯条 一旁还有特制沙拉 最后再打上一个水波蛋 宵夜场的深夜限定 这份湿式熟成牛排可颂 拯救多少饥渴的灵魂 插售完美食 衣服还在打水仗 没关系 还有猛虫陪伴 可是他们都在睡觉 因为他们已经玩累了 補充了 这是什么 这是碗熊 店内的透明玻璃屋 还有这位明星小小店长 雙儿 他很喜欢爬在肩膀上 就跟副寿者联盟的Rocky 是一样的 很喜欢站在人家的肩膀上面 碗熊魅力惊人 有许多客人 都是冲着他而来 拍照摸摸抱抱 成了深夜最疗愈的画面 然后最近就刚好很多报告要赶 然后臂展什么就比较忙 所以就是想说来这家咖啡厅 然后又有就是小碗熊 还有猫咪 就因为我还蛮喜欢小动物 所以就是来这边就可以 看着他们疏压 做报告不用孤军奋战 小动物陪着挑灯夜战 我当初原本是做业务 然后早上的8点起来 一直工作忙到10点11点 我回到家的时候要吃饭 也不太好意思 然后洗衣服也打扰到家人 于是就有个想法就是说 怎么为什么国外有洗衣咖啡店 的存在 台湾为什么没有 日本都会区步调快速 做事情讲究效率 洗衣服不浪费时间 来上一杯咖啡成了新趋势 自助洗衣店在日本越来越热门 自2015年来成长近三成 我会给你打扰时间 这种很漂亮 我认为选择人员也会 进入得更容易 投下硬币按下开关 自助洗衣机开始运作 等待时间不只喝咖啡 还能玩攀岩 洗衣服过程中 能发挥的创意实在太多 我知道有一家 它有洗衣的酒吧 那个就很好玩 它叫洗衣吧 复合店话题十足 现在也有超商结合自助洗衣 民众有手机APP选好模式 结账后就能洗衣服 然后可以输入手机号码 输入手机号码的话 结束前五分钟会有简讯通知 超商洗衣店就开在社区大楼一楼 客群锁定街坊邻居 我们从2015年 就开始去进行 复合店型的这个研究 其实这样子的复合店型 会较一般店 业绩成长一到六成左右 洗衣商机无限 台湾或许正在起步 现阶段瞄准深夜服务 增添卖点 也让许多晚归的夜猫子 多了新去处